看第四题单选题 这题其实是一个题组 它说这样子的细胞 第一对染色 第一号染色体有ABC株 第二号染色体也有ABC株 它在联会的时候 会形成几个四分体呢 好现在大家 我把这个染色体 化成以下我习惯的模式 在你还没有复制之前 应该是还没有浓缩成棒棒状的 好这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好接下来呢 经过了S期 它会复制 对复制 好我刚刚要复制完 复制二三四 好接下来会浓缩成棒棒状 好这个浓缩成棒棒状之后呢 就会变成前期 这个前期先浓缩成棒棒状 会变这样子 好一二三四 好多哦 一二三四 谁叫我出这么多题 好各位接下来就要联会了 联会是指 每两个投为染色体 靠近其成四分体 所以这四个染色体 得要靠近 其中两个靠近成四分体 另外两个靠近成四分体 好 这是第一对染色体 第二对染色体呢 也会认两个靠近成为四分体 这叫联会 然后另外两个靠近成四分体 形成联会 好大家请问现在有几个四分体 一二三四 所以大家是四个 B 那这边有编号 这边是ABC珠 是哪两个会靠近呢 是A跟B 还是A跟C 还是A跟珠 怎么办呢 随机 所以这边的排列主要是C四取二 挑两个在一起 另外两个在一起 这边有A 小A小B小C小珠 也是C四取二 挑两个在一起 剩下两个在一起 好 可是这题没有考你排列的几率 就考你说 当我行成四分体的时候 我应该会有几个四分体 所以当我总共第一对 第一号蓝色体有两个四分体 第二号蓝色体有两个四分体 所以总共有四个四分体 所以答案是B 好 以上是第四体 请问第四体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为什么 总共的蓝色体会有四分体 哦 为什么会有四个 因为它是4N的生物 以前面的某些题目 这是四倍体 好 大家会说它怎么可能会有四倍体呢 好 会这样想的人 就是你以前学到的生物学 应该都是偏动物的 这叫动物思维 没错动物几乎都是2N 动物几乎都是二倍体 少数动物是1N的 像有些蚂蚁啊蜜蜂 它们的熊虫是1N 它用套数决定性别 可是如果你离开动物的世界 你到植物的世界 各位 植物绝大部分都是多倍体 就是2N 4N 8N 6N 12N 植物的多倍体非常常见 植物的世界很多 所以这一个题目 当然我没有设定 但是读生物的老师会觉得 这应该是指植物 某种植物它是4N的植物 个体 它非常有可能是植物 因为动物的多倍体 几乎都会死掉 好 以上就是第四题的单血题